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是1986年落成的延文局科学大楼 它有先进的一个名称啊 是的 它正标志着轮中 像熊鹰一样 飞向高科技 飞向精明 飞向新时代 这又是一栋什么楼啊 这是1998年落成的永分行政大楼 它是轮中的头脑和心脏 轮中的决策都在这里 它向炎父慈母管教校园三千学子 这还有一座延文局综合大楼 是外地学子的宿舍 哦 这 这我记得啊 当年的开幕大典 还举办了万人宴啊 诶 怎么这里还有这么长旧的教室啊 爷爷爷爷 我们正要告诉您一个天大的信息呢 什么消息啊 爸爸 丸中群体董事教职员 学生及社会热心人士 目前正如火如荼的展开筹目工作 要在这树立一座六层高的客室大楼 还有电梯呢 哦 有电梯口就方便了 这这么大的一栋楼啊 要多少钱才能建起来啊 大约需要八百到一千万的时间 哇 这么大的数目啊 别担心 跑到家全策全力 一定能成功的 我也是募捐者的一员呢 好好好 孩子加油啊 我一定看到这栋大楼早日建成 九十年代 丸中继续展翅高飞 什么时候 孔子也来到了丸中校园 什么时候 树起了宏伟的中华台楼 那是鸾中的地标 那是鸾中的地标 当年 我们在母校怀抱成造 今天 我们与母校风雨同行 鸾中 我们的母亲 人中的地标 永远 欢念你 我们的民主 我们的相通 我们的います 我们的相通 我们的相通 你们的相通 我们的相通 在了几岁 我们的相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